监控画面显示 案发当天深夜 一名戴着口罩和手套的男子 来到一家严谦店铺的门闲 在观察了店内情况后 闲银人迅速进入店内 分找台湾 接到辖区 多家店主报案说 他们的店铺被盗 然后我们迅速出警 通过现场勘察 发现被盗的商铺 都具有一个特征 就是他们的商铺 都是双玻璃里面 没有防弹网 然后店内放有一些 连钱或者贵重物品 民警在调取店内监控后 发现这名男子的 作案手法十分的减熟 于是加大了 对沿街店铺的巡查力度 8月30号凌晨2点左右 云龙分局寻防大队民警 巡逻至和平桥驾驶 发现一名男子戴着口罩 骑着一辆自行车 刑际十分可疑 当即带回天桥东派出所 进行询问 该男子说不清自己的 自己随身财物 是从何而来的 男子也自己交代了 他于当天8月29日 当天晚上 在侠区内连续作案多写 盗窃迎接门面 并且还有砸车窗盗窃 撬索盗窃自行车 经民警询问 这名男子交代了刚刚实施盗窃 沿街门面的犯罪事实 由于这名男子于8月14号晚间 在辖区内盗窃4家沿街门面的犯罪嫌疑人 外形相似度极高 且作案手法一致 民警遂将8起案件串并侦查 据犯罪嫌疑人周某交代 他是派遣人 目前没有工作 也没有经济来源 就想着重操就业赚快钱 目前周某已被徐州警方刑事拘留